1月1号是香港富商李嘉诚、王妻、庄月明离世的日子 按照每年的惯例 李嘉诚都会带着儿孙拜祭王妻 2021年元旦 李嘉诚早早带着家人来到柴湾牧园探望妻子 港媒也都蹲守在牧园旁边等待李嘉诚 到现场后 李嘉诚和现场媒体打了招呼 记者看到李嘉诚次子李泽凯 顺势还问了他的个人问题 问到何时迎娶女友郭嘉文 李泽凯只是挥挥手没有回应 提到李泽凯 除了李嘉诚儿子的身份 他在大众面前更为熟知的 还是和前女友梁洛诗的故事 2007年 19岁的梁洛诗 经杨子琼的介绍 认识了当时41的李泽凯 不到两年的时间 梁洛诗就为李嘉诚 生下了一子 生子当天 李泽凯也陪伴在梁洛诗左右 看照片能感受到她的喜悦 生下第一子后 梁洛诗紧接着又在次年6月生产 这次是双胞胎 都是男孩 两年抱了三个儿子 在大家都以为梁洛诗稳坐豪门太太之位时 梁洛诗的一纸声明再次震惊了娱乐圈 在生下第二胎仅半年后 梁洛诗对外宣称 已与李泽凯分手 孩子将是由两人共同抚养 声明里 梁洛诗强调他们是和平分手 拒绝外界无休止的猜想 可女明星两年产三子 却无缘成为豪门媳妇 这种落俗又狗血的八卦 大家显然不会不感兴趣 有李泽凯好友爆料 两人分手是因为南风一直没有给名分 让梁洛诗患得患失接受不了 还有人爆料 李泽凯太过霸道 自从梁洛诗生子后 一直干涉她的生活 连去看场演唱会 都会派八个保镖监视她 不管是哪种猜测 两人都已经结束了 现在梁洛诗是未婚妈妈 因为错过了事业黄金期 现在也只是出演影视剧做配角 而李泽凯在获得三子后 也开始了新的恋情 这次 祭拜母亲被问及的郭家文 就是李泽凯和梁洛诗分手后的女友 郭家文比梁洛诗还要小 92年出生比李泽凯小26岁 是15年香港小姐比赛的季军 17年 李泽凯还花了0.9亿 购买了200平豪宅送给了郭家文 自从和李泽凯谈恋爱后 郭家文也停止了一切演艺活动 一场生活就是吃喝玩乐 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 两人交往已有五年的时间 李泽凯也曾带着郭家文出席过活动 但这么长时间 李泽凯并没有给郭家文保证 梁洛诗生下三子都没有任何名分 郭家文什么时候能真正的入豪门 一切都是未知数 想进豪门 生子好像是入门级别的光卡 原先能母凭子贵 现在这种招式大多都不适用了 没踏入豪门的经历经这么多波折 踏入豪门的日子也不那么好过 嫁豪门当富泰是以往大多女明星的人生目标 但从太多例子看 这个豪门并不好进 不仅要搭上自己大好人生没有好结果 即使嫁入豪门 也有随时被踢掉的风险 与其附属在别人身上获得存在感 还不如一人潇潇洒洒来的自由